大家好,欢迎收听微读时光 今天为大家分享蔡兰的三篇短文 文章摘字不如任性过生活 没有意义就是人生的意义 朋友问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问题天下多少宗教家、哲学家都解答不了 我的答案只能当为笑话 人生的意义太过广泛 最好分几个阶段来讨论 然而越小越糊涂 做学生时只想到玩 人生目的集中在怎么毕业或者如何逃学 除了社会奋斗,物质享受并不重要 拼命争取更多的权利 不如中年,生儿育女是最大的意义吧 这时经济已稳定 但想尽办法怎么去保护自己建筑的城堡 吹吹一老 再回到物质享受并不重要的阶段 求个安详 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朋友再追问 你讲个老半天,还讲不出一个道理 人生没有意义 我回答 任何目的 达到后还是一场空 没有意义就是空 这种道理似是而非 根本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朋友骂道 你说的那几个阶段 具体一点回答行吗? 行,我说 像一个故事一样 起先一个人住一间小屋 结婚后两个人生活 努力买一间大一点的 生了儿女 买一间更大的大家住 后来儿女一个个离去 大屋子打理起来很麻烦 便换回一间小的 两个人够住就是 等到其中一人死去 剩下来的人换间更小的 渐渐的体力不支 再要求最小最小的环境居住 那就是一幅棺材了 去去去 朋友也大骂 你这个人 最近总讲一些丧气话 有没有愉快一点的? 我默然 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 吃得好一点 睡得好一点 多玩玩 不羡慕别人 不听管束 多储蓄人生经验 死而无憾 这就是最大的意义吧 一点也不复杂 我们不会变得更老 只会变得更好 每一个人只能年轻一次 大家都歌颂青春的无价 青春小鸟一去不回来 啦啦啦啦 啊 千万别浪费它 但是每一个人 也只能中年一次 老年一次 人生每一个阶段都珍贵 何必妄自菲薄呢? 遇到老者 都像麻风病人一般 逃避的年轻人 哈哈 不必去骂他 终有报应 总有一天 他们自己会变麻风的 老实说 我并不喜欢年轻时的我 我觉得我当年不够充实 鉴赏力不足 自大无知 缺点数之不尽 看以前的照片 只对自己高瘦的身材 有点怀念 还有剩下的那点 愤世极俗的忧郁 衣着方面 当年的色调 只肯采取白 灰和蓝色黑色 除此之外 一切免谈 不知何时开始 对鲜红有了认识 同时也知道了 丝绸贴身的感觉 更爱麻和绵 对肌肤的摩擦 穿牛仔裤的人 岂能了解 年纪大了 如果能穿一整套 棕色西装 衬着同颜色跑车 在繁华的大道中 下车散步 背后有夕阳 那当然最好 要不然 只要穿得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 也比衣着随便的 年轻人好看 不过现实问题 有一些钱是更好的 年轻女子 崇拜上年纪的男人 有几点 因为他们有父亲的形态 和有一些钱 因为他们是一个 有经验的爱人 和有一些钱 因为他们不会要求你 和他有一大群儿女 和有一些钱 因为他们办事 有极大的威信 和有一些钱 因为他们有生活的情趣 和有一些钱 因为他们懂得艺术 和有一些钱 千年男子 即使有钱 亦无上述的条件 从前年轻的时候 一桌子十二个人 我一坐下来 是我最小 但是现在 同样一桌子十二个人 我坐下来 是我最大 从前和现在 不过像是昨天和今日 快得很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过很奇怪 当我是最年轻的时候 我已经想到 有一天我是最老的 我好像早就 已有了心理准备 所以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老花眼镜 我在三十岁那年 已经带了 当时看书 一直感到吃力 到东京公干 朋友介绍我去 找一个最出名的眼科医生 他检查了一下 就断定是远世 给我一张账单 是个天文数字 我抗议 那眼一笑笑 这叫做聪明老师啊 结果付钱后 舒舒服服地走出来 这个故事中 又误出一个哲理 要老 也得老得聪明一点 要老 就老得快乐一点 被骗也不要紧的 快乐的定义 每一个人都不同 有些只要半个老婆 就满足 但是还要很多钱 有些人 三餐公仔面就够 但是要很多钱 有些人只要去卡拉OK 但是还要很多钱 刚才说过 有一些钱是更好 不过有钱要懂得怎么去花 才是快乐 不然只是银行部上 多一个零和少一个零的问题罢了 年轻人多数不懂得花钱 因为他们连经济基础也没打稳 上年纪的人也多数不懂花钱 因为他们怕病了 怕更老 钱不够花 花钱是中年人 老年人第一个要学的课程 可以先从送东西开始 送礼物的快乐 不单是在得到礼物的人 送东西的时候的快感 不单是用金钱衡量 更要花心思 更要时间算得准 更要送得很 最高的境界 不在一样样的东西 是送一个毕生忘不了的经验 就算这个经验是一年 一天或几个小时 年轻人最多只是送送花和巧克力 那是最低的手段 偶尔他们也能送一个身家 爱上一个坏女人 什么都奉献 年纪大一点 当然不会做火山孝子 最佳礼物是承诺 有经验的人骗起人来 会令对方很舒服 那么骗骗人有什么不好 技巧在于很诚恳的态度 年轻人做不到 因为他们会脸红 上了年纪 脸皮较厚是件当然的事 因为他们失败的多了 到后来连自己也骗了 就把在年轻时候的 种种不愉快的经验 变为美好 成为事实 等于他们的人生经验了 最后 他们还能把这些经验 写成文字 骗骗读者 读者高兴 他们自己赚稿费 何乐而不为 年轻人说 你们老了 不不不 我们不会变得更老 我们只会变得更好 把握发出香味的那一刻 又是木兰花开的季节了 喜欢木兰花 都是因为它那阵香味 尤其在晚上和清晨 香味闻了令人精神一阵 有时令人昏昏陶醉 它的味道 没有其他花能够代替 小时候 家里窗外种了一棵木兰 植鱼薄中 可怜楚楚地开三四朵花 后来见它开十几朵 惊讶它的成长 往外头跑 才知道木兰可长成小树 与自己的身高一样 花开得更茂盛 微求理想 渐渐地 忘记木兰花长得多高 略为安定 又看见木兰 它只有一只毛笔盖子那么大 花瓣有时六片 有时八块 像一把合起来的雨伞 发出清香的呼吸 年纪渐长 一年一度 又闻木兰香味 它在哪里 抬头一看 变成一棵苍茎的树木 往下俯视 索结花朵成千累万 可惜花儿寿命极短 落满地上 化为泥 见四五十岁的老太婆 年轻儿女偷偷地说 把这木兰花插在冰上 这么一大把年纪 还那么地暧昧 现在 年轻儿女已是四五十岁 拒绝叫自己老人家 取笑别人的人 被别人取笑了 是报应 花开花落 又花开花落 瞬息间的事 哎 何必那么认真 何必那么伤感 最主要的 还是把握住 发出香味的一刻 好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